1. 晨起不会感到憋尿 我们都知道肾脏是代谢尿液的场所 男性朋友在睡觉的过程中 肾脏在不停的工作和运转 会产生很多的尿液 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需要及时的排除体外 按照夜间睡觉8小时的情况来计算 如果男性朋友喘气 并没有感觉到异常憋尿的情况 这说明你的肾脏功能也是比较强大的 而且肾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健康 当然了 也不是说憋尿的情况不好 正常都会有一点点憋尿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企业次数相对来说非常的频繁 而且早上依然感到有憋尿的情况 那么说明肾脏功能在逐渐下降 应该及时要善 2. 腰不酸 背不痛 肾脏位于腰部的两侧 如果肾功能出现异常 很容易感觉到腰酸背痛 对于男性来说 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腰部 酸背不痛 那么说明你的肾脏是医非常健康的 当然不仅你高兴 你的妻子也会高兴 但是如果男性朋友在休息了一晚上起床的时候 反而感到腰酸背痛 其实这也是肾脏向你发出的某种暗示 有可能是肾功能下降的表现 出现这种情况提醒你该好好的养肾了 3. 晨起神采异议 男性朋友肾功能非常强大 在晚上的时候肾脏也是能够很好地进行排毒和代谢 而且有利于促进雄性激素的分泌 对于提高睡眠质量也有一定的帮助 睡眠质量好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才会肾脏异议 这说明夜间肾功能修复得非常好 睡眠质量也是非常不错 如果你也有这种表现的话 说明你的肾脏非常的健康 值得祝贺 终于推荐护肾小青芳 枸杞 香肾 红枣 抑制仁 马卡粉 人参 废水冲泡5分钟 早晚坚持喝一杯 补肺阴 润肺灶 又补一肾气 肾气足百病除 人体28天一个循环 坚持喝一个月 帮助男性改善睡眠 补肾助养 滋补肝肾 对抗衰老 寿命也会比别人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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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